字幕增加 8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今次說說怪難的新系列和3磅頌 首先其實將會有這個禁技之肉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神獸聖域的便宜版本 打完15關就全15關Kia 就會有這個角色 應該可以疊極魂吧? 神獸升域有多厲害 接著就是這個 十神化天草 看看性能 其實性能沒有大改變 超反傳 火屬性Q打聚能 還有一個阻停雷射 絕招就是貫通體 敵爆發 周圍 其實這個簡單來說是進化SS 你每撞一下都會爆發 類似阿修羅 要看這個沒什麼特別都說 但通常受神化的絕招配率都非常高 威力上 但最主要要看他的CD時間 友情方面就是反射雷射 EL4 其實是類似梅林 但是炮擊型 大家留意他是平衡型 這個友情我好像是反向雷 反向反射 不肯定 類似這個無隱 無隱 不知道是否 你讓我評價 我覺得是向上調整 不過有點不同 首先大家要知道本身天草的神化 就是反傳加火屬性殺手 好 其實他以前用來打阿法龍的 即是最初時期就是用來打阿法龍非常厲害的一隻 但後期慢慢有越來越多的寵物 出了之後就退隱了 特別是去到溫蒂尼時期 基本上是完全取代天草 但為甚麼呢 其實為甚麼你這麼少用天草 追根究底呢 就是因為天草的友情太廢 即是以前的友情只有十字干和飛彈 基本上友情是毫無存在感的 但現在他將這個進化的反射雷射 加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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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副友情 是雙友情 即是雙友情都是雷射 那到底其實天草 會不會有強化呢 我覺得是 一定程度上是強了 加上我們要看他這個友情的發揮 其實天草本身不差 因為他的體狀是非常大力 火Q 現在多一個超反射 如果他連在友情 即是他唯一的弱點就是友情廢 簡單來說 但現在如果他的友情是強一點的話 我覺得天草的繁榮性會提高 但你說是否跟溫蒂尼同一級數呢 這個有少許保留 因為溫蒂尼的友情實在太強了 本身是炮擊營造加大Laser加石仔 其實你說這個什麼反射雷射 其實 說真的就算是梅林 炮擊型的反射雷射 其實也不是太強 我自己覺得也不是很強 說真的 因為你梅林有多可會用 對不對 你除了打雷布之外 我真的沒見過有人會特意用梅林 即是甚麼 你說打霸者38那些 當然可能會用 但實際上其實你發覺 反射雷射這個 在伊邪南美的年代 伊邪南美剛出的時候 你會覺得反射雷射很強 但你用久了都知道這個友情 基本上沒什麼用 基本上都是廢的 老實說 真的 你沒想到的友情 我從來都不是很有用 但你何況天草不是炮擊型 加上最白癡天草的殺手要最強 即是友情吃不到殺手 所以 我對天草的性能有少保留 對啦 我的天草的性能 整體來說 暫時就這樣看 我覺得像是向上調整多些 但實際上 到底友情可不可以令到天草大翻身 我們拭目以待 反正說真的 你有天草你一定會受神化 不用問的 即是你不會特意留神化或者進化 即是今時今日沒有人會特意用天草進化 我從來都沒用過天草進化 基本上天草一定是神化 當時打阿法羅 我們會服以待 順帶一提 可能有人不知道這女人是誰 據我自己推測 其實我有講天草的故事 天草其實是有一個外人 當時又講到德川家 德川軍攻入天草城的時候 當時受到復... 那是復步伴藏 好像有 我沒記錯 是復步伴藏 我是專為德川家效力 那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 復步伴藏是一個稱號 即是... 復步伴藏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稱號 即是隱者軍頭領的稱號 我記得負責追殺天草 當時天草的女兒 就是為了阻攔追擊的敵軍而犧牲了 這個應該如無意外是天草的女人 就是這樣 但遊戲中天草都是女人 這個不需要說太多了 因為聖傳的東西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那我們馬上講一下我們的新系列 我們先講木的那隻 好嗎? 三千丸 通常你在動畫叫三千丸的都是千金小姐 那些有錢女才會叫三千丸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好了 反擊殺手反傳送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要講 說真的 今天有什麼要講 吃得一個被動 你怎麼都會大把 你憑什麼反擊殺手可以佔到這個席位 你自己想想 三位又不是特別出色 正常 電擊 今時今日講電擊 其實我最多是Tier2尾 Tier2尾 去到Tier3 電擊根本在這個版本是不厲害的 是木天剛出的時候 打宜來河內 令人覺得很厲害 其實實際上電擊 還有大黑天 但實際上電擊其實我沒有用 因為他的威力太低 越打越低 我覺得自己一般 自己速度力量提升 升級與弱點大傷害 18回合 不過不失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隻 這個被動其實都接近降臨級數 暫時都不會有大用 麻將少女 大家留意是貫通 反傳反波 SS縮短 30回合 追擊 簡單來說 線型蛋 打世界末日 其實是多餘 一來你反 你貫通但沒有殺手 你憑什麼貫通呢 我想問一下 你想想 你打世界末日 你貫通但沒有力 那你要腰力做什麼 有西斯有魔命套 說真的 然後你SS回合縮短 30回合 那我不如用一隻龜 那我用你嗎 這隻龜 分分鐘人家極運 再不是我用雷鎚也好 說真的 這隻是 嗯 我覺得不是 如果我來打世界末日 我覺得你會想哭 你真的會想哭 所以整體來說 這隻要看日版 日版有8.5分 我不知道他怎麼分 因為他另外一隻只有8分 同一個系列有一隻只有8分 但這兩隻他比8.5分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分 就是這樣 那你看他打這個 這個是不是以來何來 對 以來何來 這個世界末日 那超絕那些 其實我現在不超絕 我都不想看 以前我都會看他可以打什麼超絕 因為我覺得超絕 其實太多色勝 你隨便找都找到 那這些就是水斗 看名字就記得 那這些我覺得 我基本上不會考慮超絕 暫時這一刻來說 那 可以關掉他 那跟著我們看暗屬 暗屬那隻是我今次覺得幾有用 唯一有用 不要說有用 好啦 那 反Block 光屬性耐性反傳送 反Block反傳 嘖 嗯 我開開怪彈看看 不好意思 我開開怪彈看看有什麼 反Block反傳 好像都有 它是反射的 但我先看看 唉 對了 勇和 但我又不想剪輸 所以我一直在說話 好啦 反傳反駁 因為就這樣 但猶豫是反射的 我就這樣 超絕 哦 有團長 有七大罪 但我沒有抽到 飛影的貫通 嘩 都很少 我看他反射 反射 哎呀 我關了 我看他反射有什麼 反射只有團長 原來 就是 光屬的反傳加反Block 的反射 是只有團長 一隻有 這隻是無可代替 無可取代的 哈哈 你不要理他厲害不厲害 暫時我們這一刻 只是沒有東西取代到 因為我沒有團長 那 但是 你要留意 今時今日 除了看他打 打到什麼關卡 之外 有沒有東西取代到 都很重要 因為突然間有一關 他突然間怪誕做球 做一關出來 是要反撥 反傳你會哭 但整體 我們不要只看暗屬 看完全部 如果只看 不只是暗屬 就很多 例如 其實說真的 你打卡迪亞 修女 司馬爾 諸八戒 魔命兔 但不同屬 原來我們是漢語 也是 我們是漢語 還有 新乾天 那些 但是暫時 是否真的有需要抽 我不太建議 絕招26回合 率領同伴 26回合 但是這個 率領同伴 這個 像是小號令 說真的 應該是小號令 那26回合小號令 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 26回合小號令 就不行了 說真的 我真的配率很高 因為你 你出一次而已 你配率很高 也不是太有用 除非你大號令 超強貫通 鎖定衝擊波 有情就不差 但是 這隻抽不抽 你自己決定 我覺得暫時沒用 但是可以抽一隻 放在這裡 但是她的神花 馬上是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反重 魔法增幅 潛力 簡單來說 是打熊傑 一句說完 打熊傑 但是你說 咦 但是有龍女和博士 她憑什麼 沒錯 我開頭也是這樣想 我覺得 我有博士和龍女 她憑什麼 就是憑這個號令 沒錯 12回合號令 加上她自己本人有魔法陣 大家留意一件事 你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她開絕招的話 這個被動是廢 其實 你開SS的話 你是不會變雞 但是你變雞 你開不到SS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她自己本身 這個不是反魔法陣 如果大家知道 你用什麼趨勢人 那些 你會有機會變雞 很容易變雞 萬一你變極都變回人 其實你真的廢了自己的絕招 其實簡單來說 這隻東西 如果你要用的話 因為暫時沒有東西可以解到雞 除非你用真字 如果不是這隻東西 你必須要很小心不變得雞 如果不是基本上 最大的賣點 就是十二彎號令 因為如果你耗劫有十二彎號令 你清小怪和狀樹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可以確保自己不變雞 這隻東西其實我相信會蠻好用 不過其實我覺得限制會大一點 因為你不跟龍海和博士 反魔法陣 求求其亂作 雖然我的十二彎號令很厲害 加上她兩個友情也很厲害 回斬印應該是新的 簡單來說 你當是元二經那一刻 即是元劍吧 但因為八方向雷射是有效打到花花草草 即是打反擊 所以這隻其實我覺得不差 但使用上就要留意我所說 你不要變雞 你變雞的話 你只是廢了自己的絕招 所以這隻如果你抽到 我覺得可以試試打蠻劫 現在三隻裡面我最想要是這隻 雖然我都齊了 暗屬那些重 即是博士龍海有了 但我也想玩一下 但我自己的分析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這個GAMLIP GAMLIP也是平白點五分 但多數投票都是要這個 浩劫色證的神法 進化一個 進化是反BOT 以及反什麼呢 反傳 這隻應該是打浩劫用的 有興趣自己抽 好 最後 光屬那隻就是騎馬西 光屬那隻就是騎馬西 我覺得光屬那張畫得不錯 他的畫風很漂亮 他的陰影我覺得畫得不錯 反雙魔屬殺手L 就這樣看你一定會覺得廢 但問題是這些 這些通常是打突破關卡 會不會即將要推出光暗爆呢 就不知道 如果你的殺手 如果你的被動 你不是打突破關卡 基本上是廢 就是反傷有用 那 貫通速度型 每次觸碰炸彈 這個炸彈好像是那個 提督 配你那個 如果我沒有記錯 好不好用 見仁見智 4發波動 嗯 即是類似 靈蘭那個 有情 靈蘭是爆炸 但他兩發 這個是4發 4發就是交叉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交叉雷蛇 只不過他不受防禮 那些限制 還有他貫通 即是可以直接插穿人 但 這隻是打什麼關 我真的死不死 有什麼關 不動命 蛤 對 對 對 打不動明王回 OK的 OK的 打不動明王回 OK的 沒有錯 但其實不動明王回 都不用特地打 加上我自己打完 我這輩子都不會再打 放心 如果你真的 很想過 你就抽吧 好了 神花 神花素雷 M加異常狀態回火 我曾經找過 同類型的寵物是沒有的 剛屬是沒有的 有一隻叫芙蓉 但芙蓉是飛行 她是蘇雷M 如果不是剛屬的話 也會有新水天 新水天也是蘇雷 不知EL加狀態 以上回復 但為什麼會這麼強調這件事呢 因為我覺得如果新暗爆 需要用到這個被動 我特地選擇過 剛屬是沒有的 只得芙蓉 剛屬是沒有 簡單來說 他的取代性很低 不能取代 完全沒有一隻 是同時有素雷加異常狀態回復 但這個只有我推測 因為 其實暗爆 簡單來說 這條片出的時候 今晚出的 很簡單一句 如果暗爆 你打完之後 發覺需要這隻 到時才抽 我建議你 不要先抽 才這麼愚蠢 一抽完之後 發覺原來不適合 即是倉管 所以萬一這麼不幸地暗爆 是要用到這隻 那我們到時才抽 不用太急 因為 他的抽彈的日期只存在 即是不需要先抽 但這隻也OK 但他三圍就OK 我不是說他這隻OK 一四百五十幾速 加上 聚能二萬七都不差 而且絕招也算是在現今版本 反射變貫通 大家留意一下 加上是碰到場面反射 簡單來說 就是那些 卡點那些 即是殺戟成神那類 你不知道 三反射分裂彈 交叉波動 整體來說 OK 因為實彈 如果用高達 高達來說 這個叫實彈系 實彈系 不會受到被動克制 不會受到 導引吸收 防濾罩克制 那都OK 威力也有上下 即是不高 但也有一定的撿雞能力 我個人建議 是等到暗爆出了 才決定抽不抽 他入版評分是8分 合理 因為兩隻都不知道有什麼用 除非你真的要來打不動鳴和煤 沒話說 就是這樣 今次整體來說 三隻我覺得 唯一暗屬那隻可以打到浩劫 有點吸引力 其餘了兩隻 我暫時都不太想要 那就是這樣 今次來到這裡 再見下次見 Bye